第五人格快速获得投资的地方 第一步打开记忆一进活动 第二步点击开始推演按钮 第三步找到挣扎难度 第四步找到你还没有完成推演的角色 点击档案里的背景推演 第五步找到合适的任务 一定要记得设置推演目标 先找简单的完成 太难的可以略过 完成一个三星推演 有一个投资奖励并换 总共十个推演就能拿十个投资 一个赛季下来可以多走很多步 获得更多的精华线索灵感 并且这个并不是败顶 虽然说是人机 但是里面的监管者和求生者 都是模仿真人对局 神类也会发信号压密码机 趁着现在可以把求生者的推演做完 像是小女孩记者 哭泣小丑这样的角色 则是没有推演任务的 做完推演还能拿到求生者的一个罕见时装 时装数量加一第五人格里 最值得入手的就是四面投资爱好者了 六十回收就可以获得 在之前有优质的逆铃 无法完成推演的问题 现在网易第五人格也是凶风了